大家好,我是Matthew Kwan 今天我想和大家講一講社交網站的市場 社交網站的市場 我們相信現在實在太多人流連在Facebook、YouTube、Blog、討論區上 怎樣可以用到這些討論區和社交網站成為一個宣傳渠道 背後真的有一些不同的學問 我們相信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要了解到每一個社交網站和這些討論區 上面有一些人的特性 很多時候如果我們不明白的時候 我們往往都可能花費了一些錢 是沒有需要去用的 我先講一講Facebook Facebook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比較簡單的就是賣廣告 我這些廣告叫做Social Ad Social Ad其實也是跟Search Keywords差不多 就是用競價形式去競爭曝光率 以及可以點擊進來的 所以我們看到Facebook 你首先可以考慮Social Ad 另外一個現在我們開得越來越發展得很緊要 以及很快的就是一個專頁 專頁裡面基本上 Facebook也是容許公司開一個專頁 用來宣傳你自己公司的服務和產品 你也可以藉著Social Ad來招攬客戶過來 另外就是靠你建立一個Community 不斷地擴闊的時候 每次你放一些東西上去的時候 你的Community就會同步地把你的信息 散播在他們的Friends和Network上面 那個爆炸性是非常之大的 其次在香港還沒有很流行的 叫做Twitter這些微博 大陸那邊可能是新浪微博比較出名 這些就是近次好像Facebook的Wall 每一次你只可以放140個character 或者140個字上去 訊息內容比較短 而且比較快 那些人究竟會不會跟隨你 去追蹤你 其實是你不需要 approve 已經會發生了 我們看到很多公司都用這個方法 去將它們最新的消息 或者一些Discount的Cube 去很大量地散播 再其次我又想說一說 這個YouTube 這個年代是一個Multimedia 一個Video的年代 如果我們的產品可以 藉著YouTube放出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更加有效地 更加具體地把你的產品 或者你的服務 能夠更繪形繪星 去讓你的目標對象 你的客戶 能夠看得更加清楚 傳統地其實 討論區 一些blog 都是很有效的 不過你需要很多不同的資訊 亦都用這些資訊 不斷吸引這些人流 再回來找你 所以我的爆炸性 相對地沒有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希望大家能夠 懂得如何選擇你的工具 以及繼續嘗試